来我们看第六题这个年龄的题目 他说父亲现在51岁,儿子现在19岁 他说几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5倍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一个 OK,几年前改成X年前 OK,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把那个X 你就在这一边你就写 X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5倍 OK,X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5倍的时候 这种年龄的题目呢 我自己喜欢画这样的一个表出来 OK,然后就是说我现在 然后还有X年前 然后过后呢 他有父亲还有儿子 OK,父亲现在51岁 儿子19岁 X年前的时候父亲是51-X 然后儿子是19-X OK,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去X年前的时候 他需要减X呢 你想象一下啊 如果我说10年前的情况之下 OK,这样父亲的年龄会是多少 他的父亲就会是等于51-10 41咯 然后他的儿子呢 就会是等于19-10 然后他就会是9岁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用来减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说X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年龄的5倍 这个是父亲的年龄 X年前父亲的年龄 这个是X年前儿子的年龄 然后他说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年龄的5倍 所以我的这个51-X 我的51-X 会是等于5倍 哦,19-X 然后我买到的是95-5X 然后我买到的是95-5X 5-X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0在这边 1在这边 1在这边 5在这边 1比较大 OK,所以我把这个帮过来 所以我6-X加5X 等于95-51 95-51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44 等于4X 所以我的X等于44除以4 然后我拿到的是1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知道11年前 OK,那个父亲是儿子的5倍 OK,好,来 我这个时候我要检查答案了 我怎样检查答案呢 就是说 呃,父亲现在 就我还是用回这个表 OK,现在 然后11年前 然后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 父亲现在51 儿子19岁 所以51-11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40岁 19-11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8岁 所以你的 呃,8乘5等于40岁 所以就是说 他父亲是40岁 他的儿子的年龄 8乘5 40岁 所以是正确的 OK,就是说 父亲的年龄 11年前 父亲40岁 11年前 儿子8岁 所以11年前 父亲的年龄 是儿子的8乘5 40 儿子的5倍 OK,所以是正确的